台湾国际光影艺术节将于12月25号在国立台湾美术馆户外园区揭幕 国美馆22号在台北举办宣传活动 特别请到由艺人瑞莎指导的韵律体操选手李新飞带来球的演出 年仅8岁的李新飞到时候也将在台湾国际光影艺术节和其他体操好手共同线上精湛表演 国美馆馆长梁永飞表示 迈入第三届的台湾国际光影艺术节 无论是作品数量或规模都会是历年之最 去年我们在一个多月 总共来的10号很多人 10号很多人 所以我们怕人太多而没有这种管制 可是今年我们一样各区各区 我们做好一些的管制 人员的数量等等 这次将邀请包括日本、法国、澳洲等国的艺术家 以艺术、科技与表演等跨域创作精神 打造十足光之剧场 同时将以三种光的角色 重新定义光在表演中的主课题位置 文化部长李永德说 光影艺术节非常精彩 也是文化实验的成果展现 第三届台湾国际光影艺术节的展期 横跨圣诞节、元旦、春节、元宵节 一直到228年假 国媒馆也将串联周边的省计新村商圈 绿光计划与草务道商圈展开相关活动 带动在地社群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林祥 陈国伟 台北采访报导 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